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好运 他们决定一世伸手 到底财色双收 还是两手空空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桃色邀约 今年24岁的小思是江苏高游的一名厨师 平日除了工作生活十分简单 可最近他兴奋不已 觉得老天垂帘 让他碰到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小思说2012年7月的一天 他上网时网络页面上突然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有一个网名叫寻有情人的陌生人要和他聊天 当时俩人聊得很投机 网名寻有情人说 自己叫李香花 27岁 1.65米 温柔美丽 丈夫是香港珠宝商 因病失去生育能力 所以想找有缘人帮他怀孕生子 如果愿意可以先付50万元订金 孩子生下后更有150万元的重鲜 小思想这么一大笔钱 可是他打工好几十年都难以挣到的 我男的不是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吧 也信心理你吧 他说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小思觉得自己交了桃花运了 又能认识美女 如果运气好 还能挣一大笔钱 他就急于跟这位美女见面 可人家是家财万贯的主 想见面 哪那么容易啊 说起见面的事 对方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小思先打300元钱给他 说是诚信费 一听说要打钱 小思有点疑惑 对方解释说 他也怕上当受骗 打钱是表示小思有诚意 他说我家里有钱 老公是住房子 公公是董事长 他只是住住我的 开了两个店 两个我就自然想一想 钱刚打过去 小思就接到对方的电话 说人已经到了高邮 小思提出见面 但李香花说自己赶飞机累了 让小思有什么事跟他的父亲说 于是小思又跟李香花的父亲打了电话 电话里李香花的父亲说 如果要见面 还要再打4800块钱的法律公正费 毕竟是人家主动把女儿送上门 要4800元的公正费也能理解 于是小思又赶紧到银行把钱汇了过去 谁料等了一天 也没见到对方的人影 这时小思又接到了李香花父亲打来的电话 说见面之前还要办一件事 因为李家要给小思50万元的见面订金 要拿到订金 小思要再掏15000块钱的银行手续费 之前小思已经先后给李香花汇去了5100块钱 这些钱都是他做厨师辛苦积攒下来的 现在手上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可一想那诱人的美丽少妇 以及50万订金 小思又心动了 小思平生第一次偷取父亲的钱 内心很是忐忑 想到很快能得到50万元 这么做也值了 谁想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之后的一个多月 对方又以服装费化妆品费等名义 管小思要去了5万多块钱 还有我们李玉玉要这个钱 他打了8000块钱 他打了8000块钱 他说你还要给钱啊 他说你还要什么 还有值得要我打钱啊 他说绝合一次了 打了8000块钱 至此从7月到9月进两个月的时间里 小思总共给对方汇去了77000多元钱 当然大部分都是从父亲的存折偷偷取的 都是没关系的 因为想发钱啊 可小思没想到最后一笔钱打过去之后 他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这时小思害怕了 只好来到公安局报警 小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天大的艳遇 没成想连面都没见着 反倒让对方骗去了7万多块 就在警方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 又有人来报警了 这回来报案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 他说他也被一名女子给骗了 来报警的男子叫李振生 也是高尤人 今年56岁 他说2012年9月1日那天 他买了一份报纸 上面有一则求子广告 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看了报纸 我看了报纸 你看了报纸 他来听的话 广告上介绍张月30岁 一米六五 夫爱毒入狱 因夫在狱中患下病症 不能生育 为救这个家和父母 商议集群外地陌生男求孕 若电话谈妥 速会订金50万 如有孕再众筹150万 一次性了断 永不来往 旁边配图中的女子年轻 性感靓丽 我也特别喜欢看报纸 把这看 这个我看了 这个什么经济求助 什么什么 我等电话连续 我就连续看看 李振生说 他的母亲瘫痪在床多年 为了照顾母亲 他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反而是妻子一人 在外挣钱养家 心想如果能和这样一位 年轻貌美的女子结缘 帮他怀孕生子 不仅能有一段艳遇 还能得到150多万元的酬血金 大大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 李振生决定试试运气 于是他立即给广告上面的电话 打了过去 我当中我孙老师 也许可能真的 我一什么事就不想 孙老师就捧捧运气 捧捧运了 他一看重金的诱惑 对吧 我帮他生个小孩 我得到30万奖金 然后他就 可能是在这个利益的诱惑下 他就答应了 和前面的小司碰到的情形一样 一联系 对方也要诚信费500元 还说如果不相信此事是真的 可以跟他的律师联系 果然很快 对方的律师就给李振生打来了电话 律师告诉李振生 他全权代理张女士 重金求子的一切事宜 听到律师电话里 极附感染力的声音 李振生放下了所有的顾虑 对律师和张女士的身份 深信不疑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李振生按照对方的要求 汇去了500块钱 然后就期待着立即见到那位 貌美如花的张女士 以及巨额的酬金 和小司的遭遇一样 对方先是骗他到了高邮 然后以服装费 银行手续费等理由 前后半个月的时间 管李振生要去了1.15万元 之后和前面小司遭遇的情形一样 这位张女士始终以各种理由 推脱见面 最后索性说 自己的父亲去世了 要回去奔丧 50万元定金已经给律师了 让李振生找律师要 李振生赶紧来到银行进行查询 但却没有一分钱入账 一连几天 李振生天天来银行 他的反常行为 也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 银行的工作人员感觉 李振生很可能被骗了 但当时的李振生不这么看 他没把实情告诉银行职员 出于职业的敏感性 银行职员还是一边和李振生聊天 一边向派出所报了警 最通俗的这种刷片方式 你随便行过来 我先打给你 都这种方式了 抽丝搏茧 发现精心设计陷阱 银行账号暴露嫌疑人隐秘行踪 从景德镇到南昌 警方千里追踪 陶色邀约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先后发生了两起 以重金求子为名的诈骗案 而且手法是极其的相似 警方怀疑 两起案件是一伙人所为 于是他们并按侦破 被骗的小四和李振生 都没有见过骗他们的人 只知道对方的手机号 办案人员对嫌疑人的手机号 进行调查 但发现这两个手机号都停机了 而且查不到手机号的任何信息 看来要想通过电话 锁定嫌疑人是不可能了 紧接着 民警又调查了李振生 买的那个报纸 结果那是一份 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非法报刊 此外 小四提供的所谓李振生的QQ号 警方也没能查到有价值的信息 手机报纸QQ的线索都行不通了 那剩下唯一能查的线索 就是嫌疑人提供给小四和李振生的银行账号了 按照银行卡登记的这个登记人 我们去看 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冒用了这个开卡人的信息 然后用这张冒用了这个银行卡进行作案 因为这类型的高发案件 嫌疑人所使用的全部都是假的身份 假的这个身份处配合的 这给我们当时已经 是不是把他辅留了 不是这个本地的 虽然嫌疑人用虚假信息办理了银行卡 但在受害人汇了钱之后 嫌疑人总是要来取钱的 经过查证 嫌疑人取款地方是在江西省景德镇 办案人员随即从江苏赶到了景德镇 在嫌疑人取款的四个银行调取相关信息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账户里就有二三十万的钱汇进来 警方判断 这些汇钱的人很可能与小四和老张一样是被骗的 于是警方设法与汇钱的人进行联系 可让民警们没有想到的是 大多数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受了骗 把牛啊不急 喝来打了多少人 喝来走动去 走动去 走动去找他上门去工作 他就把事情谈成主意 就是我别骗了 但是我爱与情练 我又假如这个事情 让我的家人知道了 让我的朋友知道了 我会没有面子的 你要帮我保密 与此同时 办案人员也调取了嫌疑人取款式的银行监控录像 从监控视频上判断 这名男子大约40岁 办案人员打印了取款人的视频截图 在取款银行周围进行了大量的走访 终于在一个小区里查到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经调查这名男子姓张 44岁 警得证人 2012年9月15日 民警队张某实施抓捕 在张某的家里搜出了三部电脑 电脑上有上百个QQ号 同时还有多张银行卡和无线上网卡 以及多部手机 他交代了这个电脑是用来和社会人进行QQ联系的 这个电话是用来和这个社会人进行电话联系的 银行卡是用来做爱用的 就是让社会人打仗到这个上面 男的抓到他 他第一句话说 反正是我老婆做的 我还跟他讲 要他以后不要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容易被抓了 干什么呢 面对证据 张某交代 是他和妻子共同谋划 以重金求子的手段 对小四等人实施的诈骗 他就是张某的妻子吴某 警察时在2012年7月至9月之间 张某和妻子吴某编造李香花 张美芳等所谓求子富婆 共骗的小四等受害人人民币11.7万元 但是对于高游的李振生 他肯定的说他没有骗过 警方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 骗李振生的的确另有其人 也是来自江西 但不是在景德镇 而是南昌 办案人员又赶赴南昌 在银行调取了 嫌疑人取款时的监控录像 我从调取银行的录像 发现这个 属前的 这男子两个人是 男的 四五十年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戴的这个 黄色的帽子 画面中这个戴着安全帽的 中年男子 很可能就是骗李振生的嫌疑人 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艰难调查之后 警方最终掌握了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李某五十一岁 江西渝干人 唐某五十一岁 是李某的妻子 2012年10月15日 警察在南昌李某租住的房屋内 将其夫妻二人抓获 经公安机关查时 李某夫妇利用报纸刊登 重金求子广告 虚构身份 骗去多人2.8万多元 其中包括李振生的一万元 2012年2月4日 江苏省高游市人民法院 对诈骗李振生的李某和唐某 进行了判决 分别判处一年五个月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从去年到现在的话 我们法院 类似的这种 通过网络或者报刊 对不特别多数人 诈骗的这种案件 大概已经有了20多件 犯罪分子都是在议题 首先通过一个利益的引诱 让被害人与其通电话 然后就通过一些岛屿 让你相信 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不知不觉的 将自己的财务所交出去 妄想投机发财 他们犯下大错 诈骗屡见不鲜 为何还有人频频上当 一个团钱 一个团线 钱上就掉了个线饼 他正好在下来跟着 陶色邀约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法院对这两起诈骗案 相继进行了审理 对于诈骗李振生的李某夫妇 法院判处他们有期徒刑 一年半 对于诈骗小私的张某夫妇 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在庭审的过程中 几名被告都说 他们原本都是抱着 试着玩玩的心态 去登个广告 没想到这钱这么容易骗到手 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其中的细节 令人深思 说起骗人的事 诈骗李振生的李某夫妇说 本来也没有想到能骗到钱 最初做这件事情也纯属偶然 他们是江西鱼干人 俩人几年前来到南昌生活 李某在外做电焊工 妻子唐某无业在家 2012年2月 李某偶然听老乡说 在报纸上 只要刊登一则 重金求子的广告 就能挣大钱 老乡的话让李某有些心动 李某说家里的经济一直不宽裕 以前两个儿子上学的学费 都成问题 那是李某和妻子唯一的想法 还是要把两个儿子培养出来 他们省吃俭用 两个儿子也不负众望 相继考上了名牌大学 如今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 自己都当爷爷奶奶的李某两口子 却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李某夫妇说 当时就是因为经济压力大 一时糊涂才决定试一试 于是按照老乡的指点 他们联系上了 可以登非法广告的人 据说这些人同时还可以提供 作案用的手机和银行卡 准备就绪之后 李某就在家坐等人上钩了 我反正我 在那个广告做了500块钱 我当时有人打电话就打电话 没人打电话就当时玩一样 二十多天后 还真有人打来了电话 按照当初老乡交给他们的话术 两口子与打来电话的人开始周旋 他打的电话来 这都是袭击应变的 讲不清楚 都打个表你问我什么 我就回答你什么 是这样的 而有时候呢 这里面的人要反应是反 这种人来是无聊 到时候有时候经常两点三点 这是数点楼 打电话打电话 你洗澡都洗不得 李某的妻子唐某扮演求子的富婆 其作用在于稳住受害人 让对方相信自己 并不失时机的提出收取各种费用 扮演律师的人则是找了不知情的人临时充数 李某只负责取款 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有些人明知道他们是骗人的 仍然打来电话 并且也会付钱给他们 就这样 李某夫妇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而诈骗的顺利也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李某说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夫妇还是觉得这样做 有点对不住人家 可渐渐的随着一些人胡言乱语 他们做起这件事情也心安理得了 但毕竟他们是骗了人家的钱 李某说后来也怕出事 也曾想把钱退还给人家 可以想到那些内容不堪的短信 他和妻子就觉得 有些人应该惩罚一下 现在因为诈骗被抓 李某夫妇反倒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和李某夫妇近况不同 骗了小四的张某夫妇生活 相对富裕一些 在景德镇有自己的小生意 他们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已经大学毕业 另一个还在上高中 他们也是听说有人做这个发了财 才做了违法的事情 我也是非别人利用 反正我又不懂没文法 又不非小普通法 那么对于嫌疑人的说法 被骗的老李和小四自身 又会怎么看呢 其实像这样的诈骗案件 警方已经破获了很多 我们媒体也报道了不少 那为什么这种骗子 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呢 一个团钱一个团色 这是两个问题 它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这样的事 主要的还是一种就是想赞小原因 或者认为这种好事 非常容易得到实现 天上就掉了个馅饼 它正好在下面等着 它可能也还存在这种形态 目前小四和李镇生被骗的钱 都已经追了回来 而记者采访时发现在高油汽车站的 一些小报刊上 我们依然能够见到 有大量的重金求资广告 那你这个报纸是怎么来的呀 人家看过来 看过来给你 看过来给你 那你不也拿着这个来卖了吗 这位摊主说 这种报纸也是别人拿来的 不是他卖的 但是当记者提出要拿走一份时 他还是管记者要了1.5元 不仅在报纸上 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 这样的信息 办案民警按照上面的电话 随机拨打了过去 你是叫李娜吧 对我本名就是李娜 我这个最后可以拿到钱是吧 对 通账完一些4050万的证件 补助你的生意 知道吧 但这些后后 法院成功再给你100万的托劳 买断我们的所有的关系 不要再来我了 知道吧 上面那个推出图 就是我的本名 你可以看得到好吧 就是说我们见到面 我让你百分之百万 好吧 就是说我去你那边之前 必须要为了表示你的诚意 为了表示你不是跟我 跟我开玩笑的 我会暂时说 这个过来的诚信金 三百元 现在李先生 你能接送吗 哦 还要打三百块钱给你啊 对 如果你没有诚意的话 我是不可能去你那边 知道吧 办案的民警表示 对于这类诈骗 他们会发现一起 惩处一起 但防骗的关键 是人们不要轻信 看完今天的案例 您肯定会觉得 这样的骗局 简直荒唐可笑 但就是这么荒唐的骗局 它偏偏就有人信 骗子固然可恨 他心术骗术都应该受到谴责 那受害者 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 如果心不杂念 怎么会愿者上钩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